完善的校园性教育能引领学生从夏至上了解避孕药的正确知识 脱出避孕药的各种迷思 以及对于女性性行为的不良观感 记者王嘉瑜 黄婷如综合采访报导 根据中央选举委员会数据显示 18到30岁举投票资格的青年超过340万人 然而各投票所却不见年轻人踊跃前往投票的身影 我们没有回家公投 我很想回去但是那个成本真的太高了 这些议题对我自身的影响力还没有大到 就是可以驱使我就是为了这个回家一趟这样 在外求学的学生常因返乡成本过高 缺乏回家投票的动力 因此形成青年在政治场域中缺席的影响 所以我们去探讨年轻人投票低 是因为No.1 因为他所要负担的投票成本其实是比别人高 第二点是他们是不是真的不是那么关心政治 对新闻对政治完全不热衷的人 他就从头到尾都没在看任何的政治新闻 网络更是这样 其实就变成看到很两极的情况 热衷的非常热衷 但不热衷的他完全没有任何的信息 年轻世代参与政治的意愿低落 不只反映在公共议题上 就连校园内学生自治情形也不尽理想 国立政治大学于今年11月底举办的学生议员选举 只有1000多名学生参与投票 各学院投票率平均为8.3% 最低甚至只有4.2% 极低的投票率显示学生对自身权益并不关心 也就是说校园里面做成的任何一个决策 都一定会某种程度上间接或是直接的影响到学生 对那这个地方就是说 关于我们的事情我们怎么可以不去关注 然后关于我们的事情我们怎么可以不去了解 你如果不投票的话 其实你很难在未来去讲说 学生会应该要帮我做一些什么 或是我不认同这些事情 但你那时候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 其实你未来你就会失去这样的一些权利 放弃投票等同失去了为自己发声的机会 但年轻世代对公共议题的投入 或许能激荡不同价值的思辨 成为台湾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公共事务要能做得好 其实是需要有每一个人 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专业 不同的经验 提供好的这个贡献 那我们这个社会其实才不会在发展上面 其实产生了一些比如说像偏差 或者说其实是独厚特定的这些价值 它比较有一个比较是公益跟良善的